而且接著我們再來看到 包括01年當時國民黨的許財力 也是以5成8拿下了這個勝選之位 到了05年同樣也是面臨泛藍分裂 不過那一次還是顯勝 許財力是以4成1的票數 拿下了這一次基隆市長 那麼到了09年就最近一次 好像已經呈現了55波對上 4成2這樣的情況 看起來好像國民黨 基本盤這個所謂的鐵票群 剛做的鑽石區 好像已經出現了盤面鬆動的跡象 對於這一次有什麼最大的影響 我想我剛才談到說 以前人家把基隆視為 國民黨的鐵票區 就像民進黨在台南 高雄無望不利一樣 對國民黨來講 它就是你的台灣頭 你就是火車頭 它是一個指標 那你現在等於是 台灣像一個韓籍一樣 你韓籍的尾巴已經綠色了 那你如果韓籍的頭 也是從藍天變綠地 坦白講這個是一個警訊 而且是一個本來是深藍的地方 它慢慢的綠化 這個警訊不只是對 不只反映在七合一這次選舉 它更嚴重的是 大家都說因為七合一選舉 是2016年的前哨戰 所以你一個本來是很藍的 台灣頭現在已經有綠化的危機 那你兩年後要怎麼打 第二個就是 其實從2009年 2010年 我們都會看到地方選舉 這個趨勢 民進黨的總得票數跟得票率 其實都早就已經贏過國民黨 只是因為地區選情的不同 所以反映在國民黨的席次上 其實是國民黨的席次 是不端同於它的得票數 國民黨的縣市長的席次雖然多 但它總得票數 其實是遠落後的民進黨 這反映什麼 反映出民心思辨 所以國民黨已經不只是警訊 而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它必須要有 可能會失去執政權的 這樣的一個警惕 所以您剛剛特別跟我們分析到 為什麼基隆這麼重要 很重要也是連帶牽動了2016 非常謝謝您今天來到新聞現場 我們做分析 謝謝 謝謝